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车 如果你是一名3A大作的知胜爱好者 那战神一定成让你血脉沸腾 作为索尼的第一方出品 战神在历代PS主机上都有着极致的体现 从PS2压榨机能的震撼画面 到PS3更进一步的史诗感 再到PS4颠覆自我的全新玩法 每一次都能给玩家带来无与伦比的视听冲击 主角奎托斯 扫营迪 杀伐果蛋的猛男形象 也深深戳中了男同胞们对于真正存爷们的幻想 一路逝神的复仇剧情 更是让人感到酣畅淋漓般的爽快 虽然说从新战神开始 圣莫妮卡大刀阔斧的革命 让战神脱胎晃骨变成了一个新的游戏 但通过描写奎爷与Boy之间的副子情 也让奎爷的形象变得更加的饱满立体 然而如此经典的形象 在魔玩市场推出的相关作品却不多 且绝大部分都以雕像为主 做可动的应该也就只有那么两三家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新的选择 Ball Toys出品的奎爷 老规矩先给大家溜一圈 7寸可动 高度在18公分左右 刚到手的时候就觉得这腿好像短了一点 毕竟奎爷在我心目当中高大威猛 拿游戏的建模图来对比一下 又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如果斜方机这里可以厚一点就更好了 胡子也可以再碰一点 这样是不是就更加对位了呢 五官的话对于一个7寸人偶来说 我觉得能打个80分吧 单看涂装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胡子的纹理 眼圈 眼线都处理的蛮不错的 整体的很近也够了 美东目足的就是奎爷老去的皮态和面部肌肉的松弛感 还是烧现火候 而且头身也有点色差 与其他厂家不同 Ball Toys这一次选择的是新战神里面的女武神套装 个人推测是因为女武神铠甲的金属质感会比较粗彩 而且这一套的造型关节裸露会比较少 不会有很强的玻璃感 同时也能够避免和有伤的竞品处在同一条赛道上 那从细节的锐利程度和图装的质感不难看出来 厂家对于造型的还原还是有一定的执念的 经过我打开游戏反复对比 确实在7寸这个比例上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度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胸下的层层花雕 腰带的纹底分色和挂件 布装上的皮革走皱 每一处都能够看得到细致的涂装 即便对比起1比6也毫无逊色 喜欢细节的玩家应该能够得到极大的满足 当然实物和游戏画面的颜色稍后有点出入 毕竟一个是建模一个是实体 但实体偏会偏暗的感觉也会更加真实一些 看起来也不过于廉价 普通版450元的配件包括了一把力威坦之斧 一个魔光灯 一块守护者之盾和收纳形态 还有一把奎叶的老婆 飞送给她的小刀和三对替换手 豪华版550则多了一个咆哮脸 一个密米尔的头 一对带锁链的混沌双刃和握拳手 然而没有双刃的奎也不是好腹筋 想要注入灵魂呢 还是得直接上豪华版 细节也蛮到位的 文理刻画也完全经得起 与游戏画面的对比 锁链里面有一根铁线 方便固定在小臂上 因为坦之斧的细节也很爆炸 甚至连木杆上的刻线也没有遗漏 还原度爆表 就可惜背面的这里的 Omega Core会比较软 无法实现收纳利维坦之斧的功能 守护者之盾的表现就中规中矩了 不过游戏里面也没有过多的展示 整体的质感还是蛮不错的 内侧也有涂装 平时也可以通过绑带固定在手上 收纳形态有两个插销安在手臂上 因为锁链要从下面穿过去才比较还原 所以说装上去会有点凸起来 腰间的磨光灯可以缠在腰带上 腰带是磁吸的 可以从背后取下 小刀也可以真实收纳 秘密尔的五官看起来比奎爷更还原 就是皮肤有点肉 毕竟不是主角嘛 独眼的细节还原比较到位 头顶的符纹是立体的 质感比印刷好太多了 方面也有一些既合理又不血腥的刻画 作为配件来说还是蛮不错的 绳子上面有一个钩 平时可以直接挂在奎爷的屁股后面 非常还原 那到这里外观和配件的还原度 相信大家心里面都已经有一杆秤了 不妨给它打个分或者说提出你的意见 因为我也曾经和厂家沟通过 能够感受到厂家还是非常重视玩家们的想法的 由于阻打的是还原 可动方面就相对逊色了一些 头部的抚养幅度大概是这么多 既不能抬太高也不能完全低下去 肩甲是磁吸的 平举的高度刚刚好就被这个持装顶住 大概是这么多 单球关的设计巨胸是做不到了 大臂360度旋转 合周的幅度大概是这么多 手腕是山口式 看这个粗细强度应该也有所保证 可动的空间也不错 要腹部前后活动的幅度就不太理想了 大概这么多 左右旋转的幅度还不错 侧摆的范围也还行 腿部的活动受到了软胶裙摆的影响 前后踢大概只能做到这样了 侧踢开上大概是这样 大腿的旋转顺畅 并且没有受到布置裤子的干扰 膝盖的弯曲不错 而且布置裤子看不到关节位 脚踝这里为了活动范围有一定的割裂感 好在幅度和支撑强度都还蛮不错的 弥补了视觉上的一些遗憾 这款Bull Toys的奎爷 在涂装和细节的锐度方面 可以说是七寸里面的头部选手了 但是在还原方面 我觉得还可以再理解深入一点 比如说头部的红色条纹 应该在浅一丢丢 但按照工具人的硬抠解读 奎爷到了这个年纪 锋芒已经大步如前 杀气也逐渐退去 所以说他身上产白的骨灰 开始显露出肤色和血气 红色的条纹也应该变得更黯淡 作为第三方的作品 我觉得厂家对于题材的选取 初衷应该都是抱着热爱出发 所以我也想就着我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来提出我的想法 也希望厂家能够积极回应玩家的这份热爱 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OK 高中烧工 我是车 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Bye